像這個B1000這個,以後如果說假如你的資料來源,它一定不是固定的 那可是問題來就是說,那如果我要追蹤的話,一般習慣是像這個地方會Ctrl向下 那少的一定是那一欄一定是不能有空的資料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是所謂的那個編號啦,Key啦那一個那一欄 那理論上就是我們的A欄,可是問題喔 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當我現在是在篩選狀態的話 那它會只追蹤到有資料的最下面一列,而不是所有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理論上這邊的邏輯應該這樣,你必須把它關閉 那關閉的寫法其實很簡單,關閉篩選,像這個地方 一定要,所以以後的話程式應該這樣 就是說你有Auto Field,最下面一定要把它恢復回來 可是要怎麼恢復喔 其實你要恢復的話很簡單,其實就是這個 Range A1到B1000的Auto,後面不帶任何參數 所以我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當然你可以自己在旁邊這邊練習 因為你如果要把它關閉的話,你可以從檢視裡面的即時運算視窗 然後呢,你如果要 因為以前是要直接Range程式來跑,如果你假設只要Range一個指令 假設要Range這個指令,我希望喔 把這邊的篩選 恢復到原狀,而不用像我剛剛是按這邊按下去嘛 如果不要按的話,那我其實可以在這邊執行 那執行的話很簡單 把這個程式打上去按Enter 它就執行了 執行只會執行這一行,Enter 有沒有發現 看一下效果,有沒有 篩選不見了 然後呢,現在的篩選狀態呢,也還原了 那也就是說啦,如果將來你寫程式應該要這樣寫 就是說,如果你的程式裡面有個Auto Filter 那你應該就是在這個Auto Filter的最後面 當你有篩選完之後,記得要把它恢復 也就是說你有做一個動作 是打開 那你一定要在這個程式的最尾巴 再加一個關閉的動作 那它這個Auto Filter,其實它 也不完全是開關啦 它等於是按一下 它就是有 再按一下就是沒有 不像說有些是像開關 有沒有 所以 變成說呢,那我們就是說,如果當你篩選 然後你把資料複製完了 那就把它還原 所以應該比較精確的講法應該是 第一次是篩選 那第二次這個地方就叫還原 所以 當你問問也很好啦,其實理論上 我們怎麼講 篩例其實有時候到那邊Ending了 那我就不會去 再去針對太細的東西去討論 是 老師,我問的是第二場的那個 Postle Fill的Range 那個B2 這個嘛對不對 那這跟假設我每次都不一樣 它不一定是以前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你要 解決 那個問題的話 你一定要先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沒有 還原的話 那你就 你就追蹤一定 所以我們先做這件事 第二個的話呢 再到這邊呢 把這個變成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呢 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寫在 向下追蹤嘛 向下追蹤 其實一樣 就是說 他 我把它寫在這裡好了 所以呢 我們 可以產生一個變數叫R R向下追蹤 那向下追蹤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是這個工作表 的 從 這個工作表 的什麼呢 Range A1 向下追蹤 所以追蹤的話呢 我們就是 A1 那前面有講過嘛 點END 有沒有 然後 可是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前面加個點喔 他 他變成說 他就不會產生 我們要的那個提示 所以喔 一般習慣是喔 記得前面那個點 最後再加上去 所以 AND 有沒有然後 前括弧 向下追蹤是SL DOWN 然後呢 點ROW就可以了 那他就追蹤到 應該是1000了 1000之後的話 我再把這個R 把它丟到 這個地方來 那因為呢 剛好1000在 字串的最尾巴 所以呢 我上禮拜講過啦 如果是字串的最尾巴 規則就有點不太一樣 它是 變成什麼 COIN一格 AND R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R取得是1000 他就把 把這個東西放這邊 跟前面串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B1000了 OK 那如果不確定喔 像我一般習慣喔 我改完成之後 我不確定到底 OK 我還是一樣跟各位講 我會在這邊 設一個中斷點 以確保說 如果程式 BUG 那我還可以回頭 再稍微改一下 那這個時候 我們來ROW一下 所以呢 改完之後 然後 然後我們一樣 就點它一下 我先清掉 OK 點它一下 那理論上 他會在這邊 停掉 那我們來看F8 就是中斷點 配合一個F8 他會 F8就下一行 好那跑完之後 我先把優標 放在R看看 是不是1000 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變成1048576 所以為什麼錯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發現 因為 我前面沒有加一個點 有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加一個點 就不會對應到 這個工作表 而是這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像他追蹤 他一定沒有東西 所以他變到追蹤 所以怎麼辦 像我這也常常遇到 程式寫完 一定會 忘了 忘東忘西 所以我中斷之後 沒關係可以回頭 我覺得VBA 除錯環境 這一點跟其他語言比起來 真的還蠻棒的 怎麼做 很簡單 我就把這個點 把它補回去 但是程式已經跑多一行怎麼辦 沒關係 這一點 VBA還蠻 還蠻棒的一點 程式可以回頭 可以把這個箭頭 往上拉一行 他就可以重跑 我覺得這個功能太太棒了 其他語言我還真的沒有看到有這個功能 可以讓程式 跑過了還可以再跑 當然有中斷點 可是有些語言中斷點不好用 所以這一點 可以學起來 真的 以後你就慢慢這樣 寫程式就真的比較不會 即便有BUG 你回頭再改一下 有沒有 改個點 然後再按一個 移上去按一個F8 意思是說你再重跑一下 那我再確認一下 R是不是1000 如果R是1000了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就繼續跑下一行 所以下一行一定就是 把公式放進去之後 然後因為是B 所以他會這樣 把這個字串 跟這個 數字合併 那他其實 邏輯是這樣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解釋過 他如果 1000本來是數字 遇到END 他會自己把它轉成文字 然後跟前面這一串文字 把它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變成B2冒號B1000 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喔 那我就向下一行 然後AUTO FILTER 並且怎麼樣 把它扣過來 好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只要你現在 是篩選狀態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那記得怎麼樣 就是再執行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把它恢復 所以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恢復 也有恢復了 所以這樣子 來RUN的話 哇 那這個程式 理論上應該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請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這應該是你要的 對 OK 所以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一個 就是你如果沒有做這個 你上面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還原 它向下追蹤就變成 假設我這一行沒有的話 有沒有 就是說我們假設 剛剛的狀態是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程式假設說像剛剛 我這邊一樣設中斷點 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這個結果是多少 看一下 我剛剛好像沒有篩選 篩選過 再把它跑一下 這個是篩選狀態喔 這個是篩選狀態喔 然後 如果我沒有 沒有跑 這個把它停一下 這邊的1000是不是也要改成 那個 帽號 比較好 我想 這個嗎 有沒有 第1又就算是第4行 這個 對對 這個要把它改成 這個之後可能自己再改一下 有沒有 如果像我剛剛 少加這個AUTOFIELD 它這邊就變971了 有沒有 所以 為什麼要特別加這一行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出現這個狀態 OK 啊底下當然你剛剛講 對啊 你這後面還要直接 變成 這個要變成R啦 可是這個我就不改啦 你們自己再慢慢改 不然的話程式 感覺永遠沒有改完了一天 OK 所以後續延伸 你們可以自己在找一些 工作上有類似的 只要是 跨 不同範圍資料的比較 那其實 都可以 用類似的程式來撰寫 那程式碼其實不多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相當相當有power的 剛剛很多人我發現 每天都在做一些 很沒效率的事情 尤其是資料比對 OK 那資料比對的話用這個方法 真的可以大大節省很多的力氣 那只是說最後那個 關鍵同學問到一個很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後來要補一個啦 就是一定要先把 那個篩選關閉喔 所以你們在RUN的時候要確定說你的那個 那個篩選是有把它還原的 不然你最後追蹤到的R 也會不正確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OK 對 後面呀